2021年5月26號 百歲仁醫楊思彪教授此事 我的父親他大部分的時間 都已經奉獻給台灣醫界了 他因為血中症太強烈了 所以心臟就慢慢停止跳動 百歲仁醫楊思彪逝世 享松壽101歲 曾任台大醫院及醫學院院長 首創胸腔內科 1989年擔任慈濟護專首任校長 退休後截至2018年 美洲往返台北和花蓮慈苑教學看診 退休以後還是退後不休了 很值得我們晚輩們的學習 你總共教的學生大概有多少人 我背心了 這幾百萬 2018年獲得醫療奉獻獎 人生晚如一步 台灣百年醫療史 楊思彪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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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關啊 去年年初他還停了身軌 他再來就是做了輪椅 當年的那一人 那一群人 都沒有人生病了 花蓮慈苑建院結緣 並生奉獻醫療 為慈濟醫療體系樹立兩醫點半 為什麼一直支持慈濟 讓你在感動什麼 有很多人在感動什麼 上人啊 221年5月26號 慈思經社《德慈法師社報》 這家丹慈師父 承願再來 德慈法師 袁啟 享壽87歲 1963年於花蓮慈善院 解釋聖人 歸一坐下 賜法號悟雲 自德慈 是聖人第一位出家弟子 恪守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 為我們生活 受了過21種工作 我來的時候 最年就跟我們說 那個完整 給裡面第一代的人 要有徹底犧牲的精神 可以吃苦奶的路 那時候就是覺得說 我們能夠親近上也是有福報 出徒地就是相依為命 那時候真的是 平緩中的不平緩生活 1987年創立《禁思陶藝方》 陶瓷作品《與世結緣》 三家法蠟五十七載 樹立禁思加封 我們宿舵會贏 我這麼感動 你會發舒服 我才會贏 貼到 因為我們能贏貼 我們在這裡 會貼上去 我會貼上去 一定要記熟 怕 記錄 生怕的人就要發怨 孤獨藏的口怒 我們永遠輸導的情 沒有記憶